第32章 宋剑 对付我?就因为三百文钱的药材,故事把娘觉得有些荒唐,看看再说吧。 周小姐,看点什么? 一个摊位的小伙计大声招呼,她认得周丽娘,虽然知道千金堂是看病为主的药铺,不是药行,但药铺也是会采购药材的,蚊子小了也是肉,是生意就不能错过。 拉好关系总是没错的,将面前的一搏了黄连递过去,瞧瞧,纯将黄鸡爪连。 周丽娘半懂不懂,扭头不看,故事把娘接了过去,捏在手里仔细地看,这是九黄连? 她拿起另一边的黄连,在鼻子边嗅了嗅,是啊,小伙计这才将目光移到了故事把娘身上, 这姑娘依上旧,但收拾得干净,面色沉浸,小伙计对于她是个使唤丫头的念头,有些不确定。 姑娘,你瞧瞧怎么样? 她就是随狗一问,没指望回答。 嗯,故事把娘认真地看着九黄连,嗅了嗅,又掰了一小块,放嘴里嚼了嚼,然后才点点头当。 闷得火候差点,不过也算上品了,小伙计张大嘴看着这姑娘从摊位前走开。 苦不苦啊?周丽娘也微微合不拢嘴,看着故事把娘,指了指她还在嘴里的黄连。 苦啊,不苦,这是假的黄连了。 故事把娘一笑,策绅眼口将渣子吐了出来。 你还真会这个呀?周丽娘打量的微微有些动容,故事把娘点点头,又摇摇头说道。 我还算不上会,正在学,那边看看去。 周丽娘再后愣了愣,随即撇了撇嘴,咯了上去。 故事把娘越光兴趣越大,只是苦了周丽娘,一路走来出了一身仙汗,又是拿着扇子扇,又是用帕子擦。 还得低缝人多,被人蹭了去。 她点着脚左右看,呼的眼睛一亮,忙扯了扯故事把娘。 故事把娘正看一家药行掌柜跟一个外地来的大客商溢价,说了一口的行话,讨论的是有关药材的真假与品质。 最后大客商给了一个价格,围观的人顿时一片呼声,下屁。 这位先生好严厉呀。 掌柜的拱手赞叹,面上竟然还带着几分敬佩,丝毫没有被缴了生意的哀怨。 交出我这葛根产地不好。 大客商拧虚笑,二人顺利成交,五百斤葛根就出货了。 故事把娘看得是心情澎湃,这些都是真正的行家呀,被周丽娘在后一扯,有些不耐烦地回头。 走了,我们去那边看看,那边人少。 周丽娘说道,伸手往另一条街指了指,那条街,故事把娘顺着看去,人流比这边少了很多,并且没有大的摊位,都是些或蹲或债,背框的,斗包的,都受药材的散伤。 当然,那里也不缺客商,故事把娘迟疑了一下。 十八娘! 彭一针的喊声在后面响了起来。 想曹操,曹操道,故事把娘嘴边浮现起一丝笑,转过头去。 彭一针穿着新长衫,戴顶帽子晃悠悠地过来了。 周丽娘见了忍不住笑出声,盲又文雅地用扇子遮住了嘴。 我说彭叔叔,你这是要当新郎官呢? 彭一针哈哈笑了。 哈哈哈哈,我儿子都能当新郎官了。 说笑着,似乎有些不自在地,拽了拽一尖,目光在故事把娘和周丽娘身上转了转,面露惊异。 诶,你们两个怎么走一起了? 周丽娘笑了,伸手拉住故事把娘的手,微微摇着头道。 怎么,彭叔叔不希望我们在一起吗? 彭一针摆出了一副大人教训小孩的神情道。 诶,什么话呀,好好好,你们这样才好啊。 说着又皱眉,丽娘啊,你可别学你爹那小气鬼,欺负人家这孩子啊。 我爹哪有? 周丽娘不爱听这话,嘟嘴道。 都是吓人惹的误会。 彭一针一副我还不知道你爹的神情,但没有再说话。 看向故事把娘。 事把娘,怎么样啊? 故事把娘一直笑而不语地看她们说话。 真的很好,长见识。 她知道她问的是大药会如何,忙笑着答道。 彭一针点点头,还要说什么,周丽娘已经有些不耐烦了。 彭叔说要趁便宜,采购些药材吧,那你忙,我们去那边看看。 她拉着故事把娘要走,彭一针却没有告辞的意思,想到什么,忙说道。 说的便宜,正是。 事把娘,你要不要买一些草药回去炮制啊,现在的价格很便宜。 故事把娘笑着点头,是,我有这个打算。 说着话,她的视线掠过面前的二人,果然捕捉到二人脸上一闪而逝的喜色。 不由冷笑一下,倒看看你们玩什么把戏。 我们正要去呢,这边出货量太大,我们去那边看看。 彭叔说,你忙你的吧,周里娘扯着故事把娘就走。 诶,对了,故事把娘停下脚,看着彭一针的。 彭先生,那个董老爷的铺子在哪儿? 彭一针和周里娘都愣了下。 你要去董老爷铺子啊? 他们异口同声地问道,做什么? 是吧,娘,董老爷那里没散药,都是泡製好的,你去那里买什么? 再说,董老爷的药。 周里娘带着笑道, 呵呵,你可是买不起的。 董老爷不是说要收土地吗? 我想去看看。 故事把娘沉静地答道,彭一针和周里娘有些失态,瞪眼看着故事把娘,似乎没听懂她的话。 你在说笑吗? 周里娘失笑,摇着小扇子,看着故事把娘。 没有啊,故事把娘淡淡地答道, 似乎把娘,且不说董老爷收不收你。 周里娘笑道,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? 董老爷,可不是关老爷那样的老爷。 我知道,是泡芝师傅。 故事把娘笑道,看了眼彭一针。 彭先生给我介绍过。 那你知道拜师后你就成什么了吗? 周里娘笑道。 是匠人,手艺人。 我知道啊。 故事把娘也笑了,不再看她。 彭先生,你知道董老爷的要部位子吗? 彭一针神色凝重了几分,迟疑一下,但还是点点头。 我知道,你随我来吧。 她转身带露,故事把娘紧跟过去。 想挣钱想疯了。 周里娘在后跺脚,一脸嘲讽。 真是自甘下贱。 看着眼前两人就要混入人群中, 她不敢久留,忙也跟了上去。 这就是董老爷的要部吗? 故事把娘看着眼前的部面, 有些不敢相信。 这里门面不大, 最关键的是,相比于其他地方熙熙攘攘, 这里就颇有点门前冷落, 车马溪的感觉。 董老爷的要,可不敢摆出来。 彭一针笑道。 这要是像别人家那样摆了摊位出来, 只怕会引起哄抢了。 董老爷也就供着几家固定药行。 他接着道, 不知不觉在这门前声音都刻意地压低了几分, 似乎怕惊扰了里面的人。 大药会上, 董老爷才亲自来铺子里, 有些药行会将自己的药送过来, 让他老人家给鉴定下, 别的时候这机会可没有。 哦,你瞧。 董一针伸手往药铺门边一指, 只见跟别的药铺不同, 这里面虽然几乎没什么人, 但却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器物, 有布袋, 有箩筐, 也有竹篓, 不仅柜台上, 连地上都摆了, 上面都贴着纸条。 绿造型。 绿造型。